好沒錯觀眾朋友我們來到MWC這邊 剛剛發現了一個機械狗很特別的業者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隻我可以甚至直接把它領起來 再把它放下來 我們剛剛很多人都是跟著這些機械狗的 這個腳步來到了其中一個攤位 才發現說原來這個開發的業者 他們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我們剛剛就特別問了 像我們畫面右手邊這個是比較中大型的機械狗 而畫面左手邊的這個是比較小型的機械狗 剛剛業者跟我們分析說 小型的機械狗它其實用途很多 除了比較可愛 它甚至是一般的家庭都可以購買或使用的 它的價格大概是人民幣1萬多塊 我們換算台幣4萬多塊 它還會有可能類似是跳舞啊 一些娛樂性的功能 我們看它會不會現在剛好 像這樣子它就會不斷的跳躍 然後甚至它剛剛還會有點像是跪著 跟你說謝謝的感覺 這個可能是包含像我們自己家裡養的狗 都辦不太到的 那這個是小型狗啦 它可能有一些教育性質陪伴的小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娛樂性質在 那旁邊的這個大型狗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這個機械手臂 你就知道啊 它其實相對的可以載比較大的重量 好比說有一些科技設備 或者是有一些工廠 他們有些比較大型的東西需要這樣子的東西來用 它就可以協助進行 或是說有些比較高溫 比較不適合人親自去的場域 其實也可以透過它 那它前面這裡還有一個鏡頭嘛 鏡頭它就可以直接去顯示說 眼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當然啦 這個業者他們特別來到MWC這邊 我們也問了說 這樣的設備目前有銷售到國際嗎 他們說包含美國包含中國大陸 其實目前都有 那甚至當然來到歐洲這裡 來到西班牙這裡 就希望說可以推廣給更多的 這個歐洲的用戶來了解 所以其實目前現場有很多的 這種科技設備在做結合 我們會隨時的再幫大家掌握了 將時間交換給主播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